10月15日一阵寒潮让上海瞬间入秋 顶着秋风瑟瑟 女明星们依旧在户外大胆穿起了明年春季的流行 在一场2014春夏的服装新品秀上 不管是董捷的漆皮上衣搭配小篷裙 还是张雨琪的白色连衣裙 要风度不要温度 似乎也体现出了两位的敬业精神 相比前段时间董捷的憔悴与消瘦 当天亮相的董捷似乎已经走出了失魂阴影 那个拥有着甜美纯粹笑容的小女人又回来了 或许是之前加入了成坤发起的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 董捷虽然因为膝盖有伤不得不中途下撤 但他依旧从中汲取了相信的力量 更自爆自己还相信爱 我一直其实想要我去找到相信的力量 我觉得在这个途中我努力去相信 相信自己相信一切 但相信爱是的还是爱是一定有的 爱是一定有的 所有人都有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